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校园电视台 是个艺术科反转教室 今天我们会介绍香港的贵后鸟 有些贵后鸟的身体颜色是鲜艳得好像穿了一件新衣 对了 你们有没有搜集一些关于贵后鸟的资料呢 有啊 陈老师 这只鞋是黑链皮鹿 它的灰很长 是用来出鱼的 你们有没有留意到不同的贵后鸟 它们的头 肺 身体和翼都有不同的地方呢 陈老师 这只鞋是红美白鸟 它的身体是黄色的 头是黑色和白色的 这只鞋是红美白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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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全身都是蓝色的 它全身都是蓝色 它对翼是白色和黑色的 這隻很可愛 這隻是南基東 他的嘴又又尖 南基東很漂亮 這隻是北紅美渠 他好像麻雀 他對 他的頭都是黑色和白色 但是身體也是橙色 這隻叫做紅耳鼻 他的耳是紅色的 好奇特 他還有很多寶寶 你們可以跟著這些簡單的線條步驟 畫出小鳥的結構 然後再用短線和輕的筆竹 去表達語毛的質感 好啊 那我們開始起稿了 我們要留意小鳥的大小 和語毛的質感 起稿了 我們現在可以上色了 在顏色方面 同學可以參考一下例子 然後自己加以創作 我們要用較淡的廣告彩 為小鳥著色 下一課 我們就用粉彩 繪畫語毛上的點線面 今集的反轉教室 已經播放完畢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